再来关心的是一起溺水的事件了 这是发生在新竹的鹅梅湖 25号的下午呢 发生了溺水的意外 有一群人到湖中间来玩立讲 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有一名23岁的男子 却突然重心不稳 掉进了水里 而民众见到之后 赶快来报警求救 而警消在昨天彻夜的展开搜救 但是都没有结果 而今天上午才终于将人打捞上岸 但是男子已经明显的死亡了 家人痛心不已 现在事发当下的影片也曝光 被发现死者玩立讲的时候 身上竟然没有穿着救生衣 而且脚上也没有绑着脚绳 因此才会落水后 酿成不幸的意外 两人划着SUP立讲比赛谁最快 一旁的朋友也看得好开心 但没想到下一秒 右边男子重心不稳 从板子上跌到水中 黑衣男还拼命往前滑 去看一下Mark 快一点 湖面中的水滑不断变弱 男子跌入水中之后 就再也没起来 事发在二十五号下午 新竹额眉湖发生一起溺水意外 彻夜搜食没有结果 亲友不断大声呼喊 希望能赶快找到落水的朋友 将人赶快救上岸 消防人员二十六号再度集结 上午九点四十分终于成功找到人 但已经零先死亡 事发当时有十一名游客 到额眉湖旁边的餐厅吃饭 事发后到水上活动 没想到二十三队的男子却不幸溺水 仔细看落水民众玩力讲时 身上没有穿救生衣就下水 跌落水后板子也直接飘走 可见他脚上也没有绑着轿身 板子越飘越远才会酿成溺水意外 再做一次搜索 我们牵扯人员发现了逆者 那赶快当逆者 绕到岸边郊游警方跟家属处理 开心出游却因为没有注意安全措施 细水夺命酿成不可挽回的异味 从此天人永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